我要等玉山 我要等玉山 我們是水里山公玉山研究社 我們六月份要去爬玉山了 為什麼你想去爬玉山 因為我想要挑戰自己體能的極限 還有看到山上美麗的風景 因為上面的風景很漂亮 而且可以挑戰自己的實力 然後讓自己能再成功一次 讓自己更成長 還有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玉山很漂亮 然後就是走的過程很辛苦 我是看到上面的風景就是 很值得這樣子 對就是爬了還會想再爬 域館處就在學校旁邊 然後玉山 我們學校是在玉山腳下 那學校為了要發展一些 學校的一些特色社團 所以 我們特別成立一個玉山研究社 那最主要我們的終極目標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登 那個攀登玉山 對於三十我們需要注意 行前裝備檢查 注意天候狀況 注意身體健康 關心同伴 因為爬上去就是一直想要登頂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一直讓自己 讓自己就是 克服那個高度 然後也去盡量讓自己去爬 然後就往上看都不要往下看 然後看到就登頂之後 你就會覺得自己成功了 這個攀登玉山這個過程當中 對他的那個 除了體力的考驗之外 對他意志力的考驗 那個是 最更是重要啦 但是其他地方其他這個活動 沒有辦法提供的啦 所以我們也可以觀察得到說 學生攀登這個玉山 雖然過程很辛苦 可是回來之後他的 他的回憶 卻是 那個 最 最甜蜜的啦 水里山沟 玉山我來了